解放军在东海举行围棋六天的大规模实弹演习 由于时间点正好是美韩宣布在黄海进行联合军演之后 让中美关系紧绷 解放军将领甚至还罕见的公开呛瞎 说只要美国航空母舰进入中国大陆近海 将会成为解放军模拟的火把 飞弹吐出长长火蛇冲向天际 数十艘舰艇和十多架战机组成海空编队反制导弹攻击 大陆在东海进行围棋六天的实弹演习 负责的东海舰队出动扫雷舰登陆舰 列潜艇护卫艇四个舰艇大队 配有中国自行研制的02型导弹快艇 能以多种方式对敌舰艇进行隐蔽性远端攻击 素有海上无影杀手之称 大陆高调演习时间点就在美韩宣布于黄海举行联合军演之后 尤其美方计划出动的乔治华盛顿号属于核子动力航空母舰 作战半径可达600公里 一旦进入黄海海域 整个华北地区辽东半岛都在攻击范围内直逼首都北京 解放军将领毫不客气呛瞎 一旦美国航母进入中国近海将成为中国模拟的火把子 让这次东海演习气氛紧风更考验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 中天新闻李洛梅综合报道